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娜塔莎 红豆泥的朋友们 又问了红豆泥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溺爱你的孩子吗 其实我个人 是常常被周围的朋友说 我很宠我的孩子 甚至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好几个阶段 会被我身边的朋友 跟家人说 你会把你的小孩宠坏了 这也是一个角度 我们有没有常常想要去 干涉别人怎么样 爱孩子 宠孩子 跟孩子的教养问题呢 那今天我们来看看 我们自己好吗 我先提醒大家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希望大家不要那么多的去 干涉别人怎么样教养小孩 门关起来 每一家都有自己 很容易念的基因 跟难念的基因 还要去管到别人 其实会造成很多干扰 即便是家人哦 朋友都一样 常常被说 我会把我的小孩宠坏了 这个标准在哪里 我也很困扰 我很爱我的小孩 我很愿意宠他们 就看不过去 认为我会把我的小孩宠坏了 这也很奇怪 我们尽量不要去干预别人 是怎么样教养 跟爱他们的孩子 今天的题目哦 有没有看清楚 你溺爱你的孩子吗 溺这个词 你有没有看见 好像父母硬要把小孩哦 压在水里面 好像要窒息 要溺死了一样 还有个词叫做 灌孩子 好像你把它养成某种习惯 那当然这个习惯 有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他常常不吃菜啊 你就灌他 他常常啊 躺在床上啊 都不起来 不洗澡 你就灌他 这里呢 我们来聊一聊 身心灵领域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正向语句 爱孩子 宠孩子 逆孩子 灌孩子 这四个语词里面 你可以去思考 去判断 哪几个词是正向的 如果你觉得逆孩子 这个逆是负向的 那你就不要用 灌孩子 如果你觉得灌 都是养成那个坏习惯的话 灌字你就不要用 那我个人嘛 觉得爱孩子 嗯 这个语词 我觉得很好 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就爱我的小孩 那我也觉得 宠孩子 很好啊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宠字呢 是一个宝盖头呢 里面有一个龙 我认为 它相对是正向的 那你们呢 要看看 你们对于 爱孩子 宠孩子 逆孩子 灌孩子 这四个语词 你觉得是负向的 那你就不要讲 也不要做 如果你觉得是正向的 你就要常常讲 常常做 提醒你们 如果你们觉得 宠孩子很好 常常又会讲 把孩子 宠坏了 这也是负向的哦 所以呢 我在我的家里 都会讲一个词 我把我的小孩 宠好了 呵呵呵 进到身心灵领域之后 你们要学会 如何使用 正向语句 让自己的生活 吸引来更多 正向的能量 你找不到 一个负向的氛围 那 这个就是一个 正向的状态 你的宠哦 你的爱 就会为你的小孩 跟亲子关系 带来很正向的发展 那我来看看 你们会 宠小孩 逆小孩 还是冠小孩 我们先来解答 选四的同学 选四这张幸福卡 叫做快乐 其实你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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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爱你的小孩 你就想把 可以给他的一切 都给他 但是你的小孩啊 消化不了 不是你所有教育他的 栽培他的 给他的 他都能够吸收消化得了 你有没有 在爱小孩的时候 你对他的爱呢 变成那个压力 会让你的小孩 好像会要密闭的 窒息一样 你的爱啊 稍微让孩子 有多一点空间 可能对于小孩的成长 会更有帮助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 选一的同学 选一呢 这张幸福卡 叫做天赋 你对孩子的教养啊 宠爱 是比较放任的 让他们自由发展 你的小孩 是能够有一项 让才艺天分的人 你在这种放任啊 让他们自由发展的教养方式里面 要采取一点点霹雳的手段 你就要给他们一些规范 那种很紧绷的父母 就是要求的很严格 那种很放任的父母 相对的很放任 能不能这两类的父母 稍微调和一下 如果你可以在孩子小时候 稍稍给他们一些规范 纪律要求的话 那有可能哦 你可以培养出一个周杰伦 把握孩子小时候 养成他们某些才艺的练习 这每天的锻炼 都要爸爸妈妈来协助小孩 有日常生活的规范 加油哦 可能要这样子要求小孩 这是你们要锻炼的一个习惯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二的同学 选二这张幸福卡叫做金星 有一种小孩啊 就是天生比较好意务劳爱享受 可能会迎来家人啊 朋友的那种压力 如果一个小孩呢 他没有那么勤劳 就有错吗 如果一个小孩呢 比较悠闲自在 喜欢享受生活 这或许是一种幸福的能力 于是呢 在这个价值观不同的教养状态里面 选二的父母哦 你如果要这样宠爱小孩 你就要坚持你的价值观 否则你被别人说 你就担心 哦对啊 如果我的小孩不努力啊 这样会不会被我宠坏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教养价值观有问题 而是你的念开始产生了矛盾 正念跟负向的念头开始打架了 那这样子你就有可能会宠坏你的小孩 我会告诉我的朋友或家人 我很爱我的小孩 我宠他们是理所当然的 我会把我的小孩宠好了 这是给所有精心小孩的建议哦 因为你们的小孩呢 就是天资娇子 天资娇女 富养小孩 是一个幸福能力的锻炼 你们的小孩值得你这么做 要做得很开心 做得很正向 加油哦 最后我们来解答选三的同学 选三这张幸福卡叫做错觉 你就是会被一直说 灌小孩 逆小孩 宠坏小孩的那种人 这些外来的价值观 会不断的置入你 你就开始觉得 哦对啊 我应该要训练我的小孩很努力 我应该要把我的小孩呢 训练成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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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在的那些价值观 介入你对孩子的相处 有时候教养小孩呢 需要有坚定的原则 当你决定要富养小孩 你就得要坚持富养小孩的价值观 你想要培育一个勤劳认真 有效率 有纪律的孩子 那你也得坚持那种教养的方式 请你坚定你教养孩子的价值观 否则你的小孩会被你教的很混乱 你自己也会很混乱哦 今天宠他 明天打他 后天爱他 大后天骂他 这种矛盾互相打架的教养习惯 会让你真的把你的小孩 打也坏掉 逆也坏掉 宠也坏掉 爱也坏掉 因为你的价值观会一直跑来跑去 最后我邀请全天下的父母 来学习这一句话 我把我的小孩宠好了 宠爱小孩 不会把一个孩子变坏 唯有当你把宠爱 这件事情认定是坏的 那宠爱才会变坏哦 你有没有把你的小孩宠好了呢 加油 够够 全天下的父母都是最爱孩子的 把你的爱呢 变成一股正向的力量 下次我们宠东妮抽幸福卡再见咯